好 当我们来到以大自然为师 向天地看起学习 这时候就是所谓你学会了 读懂这一部最深奥的无治天书 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 什么是无治天书这个名词 无治天书以前有没有听过 没有啊 有的有听过 无治天书 但很多人把这个无治天书 又变成很虚很玄 事实上无治天书讲的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它没有文字 但是它是一部天书 也就是里面含常很高的智慧 含常很高的科技 如果你读不懂它 你就没办法学里面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来学会 以大自然为师 学会向天地看起学习 所谓的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就是向天地看起学习 学习大自然的智慧 学习大自然没有污染的科技 学习大自然超越所有二元堆利 所以我们要学的就是天地 大自然所呈现的无我无私 天场地久 天场地久